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喬 我是鮑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到了潮鴨 要逛它的地藏通商店街 潮鴨的商店街又稱老人的元素 所以這裡有賣鮮貝或者是紅豆麵包 這種比較復古風的甜點 阿伯的時尚 潮鴨這裡有超級多的帽子專賣店 阿伯的Fashion鞋子 想體驗傳統日本風情的話 我覺得潮鴨地藏通商店街是一個首選 很適合來訪 在我背後有很像鎑馬店賣一些懷舊的老玩具 這邊就是潮鴨有名的紅內褲 來買個紅內褲大紅大紫 大吉大利囉 大家知道夏天的潮鴨商店街 這裡有放冰塊 整個讓你清涼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中餐 就在Tokiwa食堂誘餐吧 這炸店感覺有日劇裡面大眾食堂的Feel 炸蝦丁子來囉 你看這個蝦 超級大一隻的 拍到囉 它這個蝦子啊 麵衣不但炸得很酥脆 而且呢 蝦子本身吃起來也很有彈性 感覺很新鮮 我點就是瘦肉啊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紮實 然後不是很優雅 那我們來買買看超過一百年歷史的 喜福糖紅豆麵包 我們來吃一下喜福糖的紅豆麵包 它的紅豆麵包啊 麵包聞起來就已經很香濃了 它裡面有超級多滿滿的顆粒 分明的紅豆餡 吃吃看鹽大福吧 它上面的粉啊有鹹味 然後裡面加那個 不是非常非常甜的紅豆 周末的時候這邊也有跳蚤市場 大家可以來挖寶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潮鴨地藏通商店街的介紹囉 我是文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正在補负